各位網友,各位親友,讀者,我繼續講上一輯,延續下去,講盧國財,這種細緻的功夫是做得很舊的。 我以現實,他對我這種的私生情義也好,私有情義也好,我都是很感動的。 譬如他最近呢,他在我這個YouTube,我的講座,這個做了三百期之後呢,他曾經做一個總結,在這三百期裏面。 那你可以看到他呢,是對於完成一件事的細緻,也都是教我們年輕人呢,有一種自我,一種期許。 如果大家有他這麼專一,這麼專心去做呢,我相信呢,這個是有一定的回報的。 那盧國財就是這樣。 我不是說因為他對我的講座呢,有疑弱。 而是他這種的實質上,讓我看到,他這個做人,那種的厚度。 他對於時工,那種的專一、細緻,他真的能夠做到呢,令人呢,心服口服的。 你不管是,你出來處理也好,你打份工也好,你甚至做老闆也好,你這些呢,足可以使得人呢,可以學習的。 那這些呢,我就希望年輕人呢,是可以聽的。 那他對我的講座呢,就是三百期的時候呢,他開始講,他先寫手詞,那我順便介紹一下他的功夫。 他寫詞也好,寫詞也好,都一定有一種高水準的了,已經。 他這個呢,就是用這個圖,圖言益孤人這個詞牌呢,來講我這個,老生常談的講座。 我初初的時候呢,我就以自己老嘛,至老生常談。 我呢,特別解釋,常談呢,不是說,時時這樣,習慣了這種的口語尼哈談的。 我的常談呢,是有別有用意的。 就是老生,經過這麼多年的經歷,常談,是常識之談的意思。 那很多人未必知道,所以很多人呢,認為呢, 許老師人應該改這個名字啦,是不是? 不要以為呢,別人以為你常,老生常談,有沒有好聽啊? 講來講去那些,其實不是,是幾十年的經歷, 所有得到的常識,是不會誤道的意思。 這種的常識之談的意思。 那但是誰有這麼政治來看, 你說第一、兩次呢,是不是? 所以你一講,好,志願老生常談, 聽到的名字都不開胃啦,是不是? 這個白馬呢,也曾經勸告我,我將來會改的。 或者,都是講,我一般來說,最多是講十五分鐘而已, 不算一下而已。 那就是,都是,離不開,我來到,以全城中華文化為目的嘛。 你一個人看,我都是這樣寫的啦,是不是? 因為呢,逢是一種責任,一種使命減的時候呢, 你就不介過有什麼回報的啦,是不是? 我就是這樣的人了。 所以同樣白馬呢,是,他這種堅戒徒誠呢, 和我這種老生常談呢,都是有同感的。 都是,只要是一種使命減,我就不介過這個回報的啦, 就是這樣的意思而已。 那他呢,我們舉他這個例子來看, 這個叫做,持牌屠然一故人, 徒情壯至詩中數,上網知音無數, 講座的隨緣相宜,問到尋同路。 真是非常之,跌檔起檔,這個,很有情意。 當年,立舌初心無,笑靶青春留住, 歲月初妥孤乎,快馬紅關道, 有其他,有其他,有初心。 他當年立舌呢,就不能說的, 但是他個人多賴客氣,立舌情門啦, 我家裏不是情門,也不是情義。 我是一個,得到盧國翠的推順, 他認為是立於我的門場。 當然,這些這樣的學生去哪裡找呢? 蘇森夢,他的初心呢,是師母我。 這個,師不必然之大子, 大子有時高,高過師。 師,師,老師也有份的, 因為他努力,他能夠用心,能夠專志, 他就超越了,人就超越了。 如果每個人,老師一定有個學生, 學生也無足道,老師也無足道, 你教不出一個好學生。 所以,學生超越老師呢, 他的年齡和各方面, 他得到你,老師一般的前程呢, 他自己另闖一種新格局, 去到某個階段,他會超越你, 一點不奇怪的。 所以,孔子說, 三人行,必有我私人。 他這樣超不過你, 他一定超過你。 好像堅毅屠城那樣, 我講細緻講什麼, 我就落後過盧國財了。 是嗎? 笑把青春了解, 他自己應該在那裡的努力, 也能夠把青春留住。 這個不是說年歲, 他這種紅心, 對於向道, 這就是這樣的青春, 這就是這樣的紅心, 留住了。 雖然初託辜負, 這個字謙而已, 他沒有辜負過, 雖然快馬紅關道, 這是他的意見, 是他正式的心底裏面, 我快馬紅關, 我都可以超渡的。 這種就是氣派了。 所以這個是一種有初心, 有欠虛, 因為也都有他的氣象, 寫詩,寫詞, 同樣, 一樣重要。 只有這位氣象, 是非常之重要的。 這個而且能夠一氣可食, 非常了不起。 那我寫了三日期, 他怎麼說呢? 他是晚上, 時時利用這個晚上, 他不看電視, 來把我這些的講座, 來回顧一下。 他很細緻, 他說, 老生常來介紹古典文學, 詩詞書法, 文學創作為主, 涉構歷史人物, 事件, 還重點, 有這個介紹移民方面, 相關資料, 也都有專題, 延續二十幾集, 對於港人移民潮議二十五篇, 這個移民參考五篇, 歷史至十九篇, 歷史研究法四篇, 司法精要十一篇, 司法保遺八篇, 民國史話四篇, 官人衣媚七篇, 挑起歷史的沉澱, 是十九篇, 講法講經七篇, 詩詞欣賞三十篇, 如何寫出好文章十七篇, 徐志摩爾陸小晚五篇, 同城派遙崖五篇, 你看他細緻, 他能夠寫到, 好了, 涉及到人物呢, 根據年份的排出來, 我真的很佩服他, 一共排出的人名, 成板子的, 所以因此, 這個盧國財, 他細緻和精微的方面, 他真的做得十足的, 他還要介紹, 這個我個人, 他把我有些, 在我的著作裏面, 或者什麼重要的呢, 他提醒, 譬如, 女作家, 馮雙雙, 他寫, 當代才人, 許之遠, 其中有一段, 怎樣怎樣寫, 這個, 都是宜揚我, 是不是, 那麼, 這個蘇紹興博士, 在這個, 翻騰年代的罪文中, 是講什麼, 而且, 對我有什麼, 這個, 異樣, 我都不想講那麼多了, 這個, 但是他說, 當以許先生為第一, 當, 這個就是, 馮雙雙他這樣講過, 他說, 現今多倫多, 本地華民作家之中, 論文章詩詞, 當以許之遠為第一, 許老師以86的高齡, 不更不絕, 那就當, 就當時呢, 已經是兩三年前了, 這個不更不絕, 不絕, 都不停的, 有每天指示, 一集的講座, 精力沖杯, 毅力驚人, 這個, 這個, 來九十歲, 那時候還有四年, 現在還有一年了, 他不爭, 將不生所學呢, 傳授給熱愛中華文化, 年輕一代, 這個, 辛火雙前, 發揚光大, 可惜, 滿地可以, 多倫多雙距五百公里, 不能受膠門下, 這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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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, 所, 這個, 學的, 很多地方都超越我, 這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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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馬呢, 對於, 老師這種, 厚度, 和細心, 是令我感動的, 這個, 我今天呢, 就是講, 這個, 他對這個, 我的講座呢, 都寫得這麼細心, 其他, 可見, 一一一般, 是不是, 這個, 的的確確, 一個人的成功呢,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在這裡的, 所以, 盧國才呢, 真的可以為青年人呢, 做一個榜樣的, 這個是講賴志方面的, 多謝各位,